您现在所看到的是奥隆便携式X射线碳上机的整套设备 我们以定向300为例给大家讲解 这个是X射线发声器 这一条呢是它的连接电脑 我们可以看到插头插进来 插紧后将盖放下卡紧 这个是报警灯连接在管头 插入以后旋转然后旋紧 这个是控制器 型号是T477A 连接电缆的一端插入 与发声器相同 插紧以后 将盖卡紧 这一条是电源电缆 电源电缆 嗯 我们将它插紧 然后这一条是地线 我们可以看到地线是连接在这个接线柱上 嗯 然后这面接地 这个是附件报 说明书 按带 增感屏 先自一盒 然后是相纸机 整个的附件报 现在看到的是把X射线发声器 放在一个 呃 支架上 这个支架是选配的 呃 这个我们看到的是中心指示器 这个只有定向的设备才配这个中心指示器 周向的不需要这个设备 那么下面我们看如何将这个胶片 和尸块 摆放摆放在这个拍片的位置 对 胶片 放在下面 如果有条件的话 可以在胶片的下面 破一层纤皮 这样拍摄出来的效果会更好 呃 尸块摆放在胶片的上面 用中心指示器找准位置 这个焦距标准的焦距是600毫米 在不时在摆片完成后 请将中心指示器收起 下面给控制台送电 我们可以看到 显示是RD 正常的 呃 开始计时 那么我可以看到电源灯和准备准备灯都已经正常了 那么下面进入操作 下面调节时间 啊 这个这个是可以调节时间的旋钮 啊 我们正常都是工作五分钟 休息五分钟 嗯 这个是调整 千幅调整 嗯 我们旋转到额定的电压值 那么说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数码盘 正常设备 正常设备 它都会有内外的两个数码盘 我们标称的是三百千伏 可以看到 那么说现在进行开高压 开高压 调整到设定之后 那么说我们进行开高压操作 嗯 按一下 按一下 红的 按的按钮 是代表设备进入准备 那么再按一次正常进行开高压 这个主要也是为了延时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毫安灯和千伏灯 都正常点亮 啊 计数器开始倒计时 工作晚五分钟 那么说它会自动停机 如果想中端中端高压 那么说按一下绿色的off键 对 工作会停止 工作后面 阿们 阿们